要做什麼呢?就是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他要我們做切換動畫 就是他自動會有旋轉 像剛剛從什麼地方?從上面往下卷 然後每隔兩秒自動換頁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這樣的效果該怎麼做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首先你已經做好這個簡報了 然後有不要也許放回原來的第一個頁面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動畫裡面 更正一下不是動畫是切換 切換裡面的話呢 我們要找到一個叫做旋轉 其實你會發現他裡面有蠻多的效果 其中有一個是旋轉 你就把旋轉點擊他 那方向的話你會發現預設是從什麼?從右邊過來 那我要把它改什麼?從上面 有沒有?你點擊他 從上面就下來了 OK 再來的話呢 按滑鼠換頁這個取消 所以原來預設是可以用滑鼠去換頁取消的 然後你把它打勾取消 然後把這個每隔幾秒鐘? 每隔兩秒鐘 所以你點兩下就兩秒鐘 好了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最後我怎麼知道說我做的對還是錯呢? 我一般習慣是上面有個頭影片放印啊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從手張 不過我覺得這邊太太點這邊有點慢 直接點下方有一個什麼? 頭影片放印這邊 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快 然後點擊他之後看一下 會不會兩秒鐘自動換呢? 欸? 而且要有什麼呢? 要自動有那個動畫的效果 感覺好像做完了 可是為什麼奇怪沒有動呢? 特別注意喔 你做完之後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它不會換頁 剛剛做完這個有沒有? 1 2 3 這個打勾啦 4個動作之後 記得喔 一定要還要再做一個非常最關鍵的 叫什麼? 全部套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按全部套用的話 它只會套用一個頭影片 並不會套用到其他頭影片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做完之後 奇怪怎麼不會動 一定是你沒按全部套用 這很重要 因為同學常常 奇怪 第一張都有播 可是後面都沒有播了 因為沒全部套用 好全部套用一下 再試一下 播放 看看會不會 1 2秒鐘停一下 換下一個 2 有在跑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自己就 開始做它要做的事情了 OK 那特別注意到簡報就是簡報 你千萬不要 在簡報裡面放一堆文字 那就不叫簡報了 那叫文章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呢 就是只是簡單的敘述一下 所以請各位利用一樣的道理 然後呢 然後呢 在網路上 等於是變化題 請各位 最後把這一題先另存新檔一下 那另存起來 就先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將來就是做作業絞交 那名稱的話就叫102 好 叫102 直接存檔 OK 然後呢 請各位 利用今天的範例 在網路上找一下什麼呢 找一個 你喜歡的題材 比如說你 像我剛剛是Google什麼 Google那個 徐志摩 假設啦 當然你不一定是以徐志摩 你可以喜歡張愛玲啊 或者是其他人 那比如說我今天 一般你可以從哪邊找到題材啊 其實這邊都很多啦 比如說你可以從那個維基百科裡面 那這裡面當然很多啦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的相關的這邊有目錄嗎 你就把這個目錄當一個綱要 然後把它複製貼過來之後的話 做成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主標題徐志摩 主講人是誰 主講人就是你自己 那中間呢請你按個TAB鍵 TAB鍵 就是他會 我們一樣啊 先把這個東西開啟記事本 然後先做一個 再來就生平嘛 我是把這個生平放過來 然後去找一下 他有三個大 三個指題嘛 出生婚姻在離婚在一起 假設來這幾個重要的 然後年表 主要作品 然後 特別是有詩集 有下一層的話 你就按兩個TAB 這按兩個TAB 意思就是說這一層的下一層 還有一個 棘手師啦 如果你有兩層的話 然後還有什麼呢 風格等等的 最後做完之後 一樣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一樣就跟剛剛一樣什麼 再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簡報 然後把那個網路上面 那個文章給 試試看 揮入進來看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先把剛剛的那個 這個題目做完 然後也在網路上找找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那個文學家 最好是文學家 裡面 的 這個內容 當然你就簡單的 把一些 綱要呢 複製貼到記事本 然後存成一個檔案 喔 給人生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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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